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泉州是一处对全人类而言 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遗产 它承载了人类古典航海时代的历史记忆 也是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 具有全球代表性的海洋文化遗产 1291年 马可波罗来到泉州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海帛云籍 强威林立的东方贸易大港 其香料贸易之胜 甚至远超地中海世界的亚历山大港 泉州堪称一座光明之城 曾经照亮了东西方交流的海上航路 岁月流转 曾几何时 它却像迷一样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直到二十世纪 考古学家才证实 古代的灾腾就是今天的泉州 这座东方古港的神秘面貌 才终于被人们揭开 在这座被赤铜树 演映的美丽海港 曾经接纳了来自波斯湾 东南亚 阿拉伯 印度 西南 乃至地中海世界的史诚 商贩 与香客 由此而形成了 极富文化多样性的 遗产景观 通怀观地庙 与清静寺 比邻而居 佛教与印度教 和谐共处 天后宫的坟香 在德济门外的藩房里飘扬 摩尼光幅的背光 照亮了笔居成交的草丸 改名唤信 宇居泉州的西南人 时至今日 依然生活在这座赤铜古城 因为航海 这座城市留下了 拜码头的语言记忆 因为航海 今天的人们 有了一帆风顺的美好祝愿 泉州是串联起 古代中国文明 东南亚文明 印度文明 波斯阿拉伯文明 乃至地中海文明的海上明珠 这座独具东方神韵的海港城市 还是一座 集丝绸之国 茶香古道 和千年磁都之底蕴 于一体的遗产地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